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叶局长之前 我再花三分钟跟大家讲一下 再一些补充新的资料 刚刚的我再给大家诠释一下 如果是用华语来讲的话 就是塑化剂 它是为什么会造成人体的伤害这么大呢 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干扰化学化合物 现在全世界统一这个名称 要怎么叫 以前叫做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内分泌干扰的化合物 现在大家普遍就是称作endocrine disruptors 这个内分泌的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因为它胎额也会影响 胎盘都进得去 所以才会造成很多的疾病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卫生署推动全医院要筛选 那个筛选做什么塑化剂门诊 那个有用没有用 没有用的 你找不到 不会有能够告政府什么事情的 因为那个没办法 在那个门诊里面看得到 哪有那么多尿道下列 早就给泌尿科开掉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今天用 不是 我那个 所以我在三分钟 因为我讲话很快 林本二甲酸之类塑化剂就是那个thalate 英文叫thalate 跟癌症的关联 跟人体监测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联盟要提出一个 我们的看法嘛 对不对 下一张 这个只是告诉你说 研究已经出来了 就是在这两个月 全世界都在对这个议题发表 包括了这个在北墨西哥 他们对乳癌 对于这个林本二甲酸 造成的乳癌的风险 下一张 我们看这个表的风险度 各位可以看前面的 我画黄线给大家看的 highlight的地方 它这个是算这个风险度是四倍 如果你的thalate phthalate的那个181.36 落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是得到停经前乳癌 停经前乳癌 它的风险是四倍 是四倍的上升 都已经计算出来 那下一张 那我们政府这样做的就足够了吗 我们可以透过生物标记 跟人体生物监测 才有办法 塑化剂门诊才能够成立 要不然去做一个体检 抽个血 没办法成立塑化剂门诊 这个下一张 跳过 直接 这个就是说 专家学者认为 他们可以计算出来 然后从尿液排泄的代谢物 可以算得出来 下一张 就在 这一个月的前几天 那 这个是 美国的 纽约卫生部 他们的发表 发表他们在中国 所做的研究 就探讨这个 代谢物 跟 在人类 计算人类的曝露 下一张 这边它显现出 跟各国的比较 表示说这是可以做的 为什么它秀这个数据 它对这个数据 不是很内行的 主要是可以跟大家说 这是可以监测的 可以监测的 下一张 所以人体在曝露 在发力之后 从尿液中就可以监测 检验出这代谢物质 所以民众只需要提供 单次的尿液检测 刚刚我们 夜市有说过的 MEHP MEHP MEOHP 跟Sigma6 MEHP 尿液代谢物 就可以推算出 每日每公斤的 摄取量估计值 医师就可以按照 这个检测结果 提供适当的 健康风险评估 这才有用 对不对 下一张 所以我们跟几位联盟里面的 发起人讨论之后 我们认为第一点 应该要参考美国环保署 RFD 或者是欧盟的TDI 来订定国人的管制值的标准 第二点 制定之后 要有效的政策 逐步的降低塑化机污染 因为你知道张花县的铺肉是多少吗 台北市多少吗 新北市人民的 这个民众的 这个里面的 它的铺肉值是多少 没有 没有资料 目前资料不足 所以需要进行 非侵入性的生物监测 提供医界 进行民众的健康风险评估 然后呢 进而建立全国的 这个生物监测资料库 然后把主动回馈给医疗人员 才有用 那我们才能对民众的 味教啊 健康风险做出评估 最后第五步呢 应该要制定法令像欧盟这样 逐步以无毒材料 他们研发出来了 只是昂贵 来替代这个Thalis 作为疏发剂的成分 下一张 我们在这个7月12号22点02分 Po上Facebook的时候 这个反应不止这些 因为后来也有人转贴出去 就是7月12号22点02分 那个Po上去之后 下一张 隔一天 行政院卫生署视频要跟你去发布 要求 我们是要求发布这个 它不是往脸上贴金 那意思是说 我们所在意的议题呢 刚好是符合现在大家需要 也许 台湾的FDA也觉得时间到要发布 所以它也发布了每日耐收量的化学物的物质 在这里头了 下一张 最后 这部分是我的补充的